哈囉我是阿金 歡迎來觀看這個遊戲叫做 內心的野獸 我是不太知道怎麼翻啦 不過這個遊戲之前有出過demo版本嘛 我也有玩過對不對 感覺還可以 然後 正式版了之後有中文 希望 這看起來也不像是積翻啦 應該OK吧 標準啦 如果太難對不對 看能不能調個 簡單啊 和平體驗一下 旅行也 旅遊一下 第一張 喔 Where Where am I Why God Why Adam Adam 我記得demo好像有這一幕嘛 他不知道是把誰 唉唷 Is this about Adam's work? What do you want from us? Why are you tormenting my family? No Adam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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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have you done to Adam? Oh God 我們到底是犯人還是主角 WAR CASUAL TEME No There is no war We're just a 再插回去 We're just a regular family You hear me 像南瓜頭一樣 啊我記得這邊啊 Pictures Bugs Temmere Temmere也有 要撕下去 Don't 呵呵呵 They already know about you They've been watching the house They won't let you 那女的胸部上面有一顆痣是不是 呵呵呵 塔特總統來自蘇聯的 這不是現代喔 畫面不知道會不會有問題耶 先進去看看再說 哩哩 哩哩 啾啾啾啾啾 哈哈哈 主角是 戰爭時期的破 破譯元 密碼破譯元 哩哩哩哩 哩哩哩 You will do what 欸這個故事 之前有演到嗎 就是說 主角是一個 密碼破譯元 破譯元爆 我不知道能不能玩到demo的 部分在後面一點嗎 可能三四十分鐘吧 然後就等 開來再玩這樣 畫面不知道會不會LAG 玩故事之後箱子搬進去 溫馨家園第一章 好 希望效能不要有問題啦 希望啦 正常正常就好 所有東西都要像C陣一樣 需要拉 拉住然後再使用 然後這個遊戲 我有一個最深的印象 就是上面有一個密碼需要破解 但是那個密碼我還知道 他的 數字是什麼 可以 我可以放下一顆石頭 陰中的石頭 災災屁眼的 這個難得我怎麼在哪裡看過 啊 這些箱子是要放哪裡去啊 我怎麼覺得我好像在做差不多的事情啊 這邊喔 煩死了 合流前往 拿塗料 好嗎 媽 對啦 胎叫啦 長大之後就是要這樣對待 Goddamn key 我沒有發現 跳樓汽車 從小就是要胎腳 不管是兒子女兒 東西就放好 收好 亂丟一通跟你媽一樣 媽的 革樓的Key 追垃圾 遊戲中的第一把Key 丟遠一點 他怎麼這麼多銀製品還是什麼 是金的嗎 找出隱藏訊息 屁股 下面有血跡耶 這是血跡還是油漆 主角因為是密碼破圓之類的嘛 所以他很容易注意到這些 是說他有一個清晰的腦袋 還有一個調查的能力這樣 一隻手就可以搬起電視的怪力 還這麼多東西藏在這邊啊 尻霸 Oh 照著遊戲的定律 任何武器你都不能收在身上 永遠的 你就像一個笨蛋一樣 如果遇到什麼威脅你就只能 Waaaa 這樣子然後趕快逃跑 然後跑到沒有體力然後被鬼砍死 這樣 燃料 鹽料 笨手笨腳 開 開啊 那個箱子好擋路 這個部分我還記得 這個密碼我也還記得 因為那個時候真的 有很重的那個什麼 你們知道嗎 很重的創傷 所以你就很容易記得 這邊到底在做了些什麼這樣 JC JC就是他 固定密碼的 順序了 你們應該懂吧 好這上面有 你看有沒有 NH P A 它有大寫有標出來 NH P A 然後用這個來 錄個 JC先固定 N F H A NH P NH P是I A T O H 信仰對不對 其實信仰這個字母我一直都記在腦袋裡面 他這個謎題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但是現在有一個邏輯的方法解謎出來之後 你們是不是覺得好像很簡單 但是當時在解的時候是解到要 挫賽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他的提示好像有變得比較明顯 之前好像沒有這樣子 但是我沒有時間去看了 歐金金沒有時間 趕快解一解 把這腦人的 謎題解掉 屁 古老鑰匙 拿去 魔法小卡 不對 開始要堵了喔 開始進入所謂尼可拉斯的記憶中 第二張咧 夜色見深 從未寫過日記 這樣可以喚醒過去的記憶 他這個字體為什麼一下 模糊一下清晰 容易辨識現實與想像的界線 好 太音變了 對 一 四 開 然後重回家園 前期蠟燭室去看看 你們還記得這個家是 主角或主角老婆 他們的家嗎 所以十年前的這個寧古拉斯也是他們家的人 你們知道這意思吧 我會把亮度稍微提高啦 所以看起來比較輕鬆 黑暗中湧動著某種恐懼 我無法捕捉到他的心 你看這是剛剛在閣樓看到的嘛對不對 我的記憶會恢復 會明白父親出了什麼事 還有我出了什麼事 大家都要來思議一下 蠟燭應該不用全部點吧 父親與合伙人在黃鐵礦井開業 雅各海德 喬治 聲音 嘟嘟嘟嘟嘟嘟 聲音啊突然讓我毛了一下 好傻小 你們應該還看得到畫面吧 我稍微省一下燈油啦 提防不食自虛 阿經理為什麼不開燈阿 不要跟我問這些沒有智商的問題 他看樓上 毛毛的喔 以你的智商 我很難跟你解釋阿 其實我很討厭櫃子很多的遊戲耶 因為你 必須去查 你們知道嗎 會露了什麼補充的道具 或者是訊息之類的 礦業停 礦井停業後 旅館房客越來越少 快破產了 不得不賣土地 好 父親當時知道土地下埋著什麼 就是有礦 礦產 但是他沒有開設礦產的資金 他遇到了喬治 為了真黃金殺紅而已 非常有可能 然後我現在一直在翻櫃子 煙斗 每一個都有隱藏訊息阿 有次我偷偷抽了一口煙斗 父親發現 他逼著我抽了整條雪茄 說這樣才像男人 真男人就不要穿衣服衝去街上 等等喔 記得demo玩到這一段 這個人到最後還是會 跳辮子是不是阿 那我不收了阿 我現在開始浪費東西 這要收阿 到底收不收阿 真不明白為什麼父親要收集天使 就像很多人收集 油公仔一樣 每個油公仔明明奶子屁股看起來都一樣 為何要收集這麼多看起來一樣的呢 蛤 喔喔喔有人欸 你什麼都在做呢 這是私房子 賣照哩 欸我不能跳窗子出去阿 這傢伙不是個男人阿 他還在那邊走欸 我這窗子好煩喔 出去右轉緊右邊 好 把看房子四周 我 如果是我我就從屋頂跳出去有沒有 然後一直追著他一直問 你在我的前面幹嘛 蛤 是不是想在偷東西 是不是想偷看我洗澡 但不止痛罵了我 他自己也沒站直 想什麼東西阿 萬一要駝背會被老爸揍阿 太嚴格了吧 出去玩 嘿 你還在這裡嗎 你還在這裡嗎 他指著棚屋 這邊樹木有點多喔 欸有啦 這邊樹木有點多喔 會不會LAG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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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割開鎖鏈的工具 這邊嗎 比較重要的東西他好像會出現驚嘆號 比較容易辨識說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過關道具之類的 像那個 火柴阿蠟燭這些就比較無所謂 進去第一件事先把東西 無機瓶剪一剪 無機瓶剪一剪 這一看就是死人 等一下 成就的簡報 一起害人聽聞謀殺案打破了小鎮寧靜 約翰諾頓死亡 數星期前下落不明 死者喉嚨被割開 長時間虐待 他是不是有人在那邊阿 只出現了一瞬間耶 你們剛剛有沒有看到 看到之後才會毛一下 認真想起之後才會嚇到 啊 他們寫什麼 地下室 我一股腦衝進來之後才發幾個東西站在那邊 架的毛都站起來了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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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死了蠟燭全部又沒有點起來了 搞屁喔那我剛剛幹嘛點 這是樓上的聲音嗎 哪裡啊 這樓下 不管 先點再說 好麻喔耶 廚房 當他苦悶的時候會把小天使抓在手中 你們生活苦悶的時候遇到不如意的事 會不會把自己的油公仔拿在手上不停的觀看 抚摸 抚摸自己的公仔 安慰自己 在爆什麼啊 這邊好像沒什麼壯的東西 抚 哇桑小 每次都出現0.5秒的臉你們有沒有看到 都一瞬間這樣想起來才毛骨悚人 別擠啊 媽的 這裡氣氛做得很不錯啊 很少有遊戲說在demo的時候就 不錯然後又能夠順利進到完整版出現的 算是少數了喔 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資金募集不順利然後就胎死腹中了這樣 我需要補燈油嗎 日記一直跑過去是因為 等一下我 看一下啊 這是剛剛發生的事情還有我一次走過來的過程啊 房子不安全不知道怎麼進來的還有關於 還有關於主角的想法 他找不到剛剛那個進來的人 OK地下室有血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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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接下來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我還記得 你們應該也記得吧 所以讓我們平心靜氣的 走過去 是這裡嗎 好像不是這裡喔 記憶粒粒在目 其他出口 好啊 啊這可以搬啊 這是不是要點喔 他有一點動作 QTE的要素在裡面 經理箱找到有用的東西 我發現我的燈油加一罐其實很少耶 沒辦法一次加滿這樣 做好心理準備喔 馬上要來囉 呼嗚嗚嗚嗚嗚嗚 aktiv 嘖有阿還有 那我要心理準備囉 幻眉矿 超久以下 I need to get rid of them before I leave the basement 他想要什麼 他還在看欸 我這樣一直盯著他這樣子 啊 你這邊上樓一定要超過他的視線一下下 所以你沒辦法一直盯著他看 剛好就被捉弄了這樣 好大的斜角印喔 進動畫了 這之前有嗎 還是有啊 忘了 Keep away 他是不是戴著面具啊 還是他臉本來就爛的 沒死 看屁喔 昏了 接下來咧 靠主角來解決了 第三章咧 艾瑪決定搬來爸媽房子住 這邊藏著 遠超想像的秘密 尼古拉斯海德的日記讓我不寒而栗 不知道是真實的還是妄想 OK 看完了 好看 比哈利波特還精彩 吃掉咧 這棟房子曾經死過很多人 很奇怪 我曾經在床 我會給艾瑪 她可能會有趣 看完日記之後 我從閣樓然後瞬移到了這邊來 不知為何 這主角開始有點斷片 記憶斷片了 所以有找到艾瑪 好 我再玩一下啦 再玩到下一個紀錄點 把故事推前面一點看看發生什麼事 是怎樣 中邪了是不是 她老婆洗完澡衣服都沒換 樓上啦 她老婆胸部在那邊真的有一顆字 注意到這種奇怪的地方 好 好啦 她自己怎麼不去修 只會用嘴巴 好人厭欸 要先去地下...喔 先去地下室 地下室就是剛剛日記中 死了一大堆人的地方 留一樓手電筒 這麼舊...舊型奇怪的手電筒啊 還是是我太蠢 我沒看過這種手電筒欸 在樓下真的是垃圾多耶 什麼都有啊 而且 從日記那個時間到現在 那是已經過了很久了啊 至少有100年以上了吧 那好像是1864年的時候的事情欸 好多武器喔 這散牆為什麼封起來 調查棚屋 就是在日記中的外面那一 看一下在說什麼 我們也沒有 再走一段 再走一段就好 跳進去喔 真的是這樣玩的嗎 那我怎麼出去 地下室 我才剛跑出來要去地下室 一定要繞著大一圈啊 唉唷 他沒有注意到那是血跡喔 What the 其實只是油漆打翻啦 哈哈哈哈不要太緊張啦 哇 看得讓人雲裡霧裡 限山不是山 限雲不是雲 量子定位器 時空中斷片 留下的波動粒子 重現該生物的身影 蛤 蛤 這難的不是很強壯嗎 啊這個 再按QTE啦 蛤 咚 靠北 咚 蛤 沒東西 好晃喔 他第一時間想到就是拿這個奇怪的東西出來看一下 哈哈哈哈 我趕快去問老婆之類的 然後直接拿一個來路不明的機器趕快來監測一下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哇靠 他說什麼我完全沒有看懂 找到那個人的蹤跡 找到一朵量子雲 位置正確的話畫面上面那一圈綠色的會合起來 100 欸 有人死在這邊喔 長按左鍵 這個不會啊 恐怖遊戲怎麼開始變成了現代偵探Game啊 我還可以像 ASH一樣這樣掃 不是ASH啊 像IQ一樣這樣掃描 這太屌了吧 到底在幹嘛 要打哪裡啊 那我懶得你做 I must stabilize the cloud 幹 清楚所有異常信號欸 難不成我下一張還是下一家張 我都要用這個方式再玩喔 這樣太爛了吧 跟著定位器走 我要的是像剛剛那個 尼古拉斯的恐怖感 我不是要在那邊玩什麼啊 這是人嗎 拜託不要是溫迪哥 就算是溫迪哥 好啦我可以接受 但是麻煩做的恐怖一點的溫迪哥 我要真正的溫迪哥 他一直在荒野探險欸 唉唷 紀錄咧 玩多久了 一小時 是不是玩太久了 我原本是說要玩三四十分鐘嘛 再這樣下去感覺會很丟 很久欸 很丟欸 先分段好了啦 怎麼樣 你們覺得呢 不管你們覺得不覺得 我都要在這邊分段 然後下一次就從這邊開始對不對 去找 剛剛那個看起來已經不像是人了什麼東西啊 而且喔 尼古拉斯日記那邊 我是真的覺得就是 有鬼怪作祟 因為他爸爸跟合夥人是有那種金錢糾紛嘛 可能是某某 你殺我我殺你之類的 可能啊 那尼古拉斯又不記得他之前發生什麼事 他有點 記憶斷片 主角這邊這個現代 一開始拿一個量子定位器 我就覺得好怪喔 真的好怪喔 但是如果 後面 鬼怪的故事或者是 驚悚的畫面對不對 做得很棒的話 好 啊我們就無視了好不好 什麼量子波動測量 測量器啊 天啊 這到底是什麼年代啊 2050年是不是 那我先在這邊關掉啦 先分斷一下 然後下一集就大概就是 等開台的時候開始在玩這樣 開吧